医生总结威胁生命的七种动物,最后一种每年致死超72万人,在我们周围的自然界中有许多美丽而神秘的生物,它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然而,一些看似不起眼或甚至被我们视为朋友的动物,实际上可能对人类构成极大的威胁,从致命的蝎子和蛇类到日常可能遇见的狗,以及人们普遍熟悉的蚊子。 这些动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,特别是蚊子,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72万,远超许多大型捕食者,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,在本文中,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七种动物的危害性,揭示它们如何成为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。 第一种,蝎子,在已知的1400种蝎子中,虽然只有大约25种被认为对人类有足够危险,但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却大约有5000人。 蝎子释放的毒素是一种含有多种神经性毒素的复杂混合物,其作用在于防卫自身及令捕食对象失去行动能力。 在各种蝎子种类中,吐毒后尾黑蝎已能够吐毒而铸成,是最大和最危险的蝎子之一,其西地遍布中东和非洲的半干旱地区,长度可达6英寸。 它主要以黑色和粗壮的尾巴为特征,用于注射毒液。 另一种是以其致命的毒液著称的黄枝尾蝎,它能够导致瘫痪和呼吸衰竭。 如果不及时使用抗毒素治疗,可能在几小时内导致死亡。 这种蝎子能够抵抗严酷的条件,如沙尘暴,在北非和东南亚的沙漠中会经常发现其身影。 在发生蝎子叮咬事件时,应立即用肥皂和水清洗叮咬部位。 冰敷以及抬高受影响区域,还可以使用非楚方止痛样来管理疼痛。 第二种,蛇。蛇咬伤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,世界卫生组织估计。 每年因蛇咬而死亡的人数在81000到138000之间,其中包括可能导致节肢和其他长期健康问题。 在世界上约有3000种蛇的分类中,大约有600种带有毒性,而在这些毒蛇中,大约200种的毒液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。 蛇毒是由蛋白质和酶的复杂混合物组成,其效果根据蛇众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。 蛇毒对人体的影响多种多样,其作用机制依赖于其化学成分。 主要分为神经毒素、细胞毒素、凝血毒素等。 神经毒素会影响神经系统,导致瘫痪、呼吸衰竭,有时可能致命。 细胞毒素会在咬伤部位引起局部组织损伤和坏死,可能导致严重感染或需要节肢。 凝血毒素会影响血液和血管系统,导致内出血、凝血障碍和器官衰竭。 而肌肉毒素较少见,但在某些响尾蛇种类中可找到。 这些毒素直接干扰肌肉收缩所依赖的带电分子流动。 每种蛇毒的毒力和作用机制各不相同,导致几乎每种蛇种都需要专门的抗毒血清。 第三种,狗。 有人会疑问狗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们吗? 为什么会是危险的呢? 那是因为狗狗会携带狂犬病病毒,它会通过狗咬伤或抓伤传播给人类。 全球每年约有59000人因狂犬病死亡。 其中大多数死亡病例发生在亚洲和非洲,且40%的受害者是15岁以下的儿童。 狂犬病病原体主要通过携带此病毒动物的唾沫传递。 经常是由于被咬、被爪伤或是与黏膜、乳眼、口或伤口直接接触。 狂犬病的临床症状包括神经系统受影响,行为变化、发烧、难以吞咽、过度流险、摇摆不定、发作甚至瘫痪。 一旦出现症状,狂犬病几乎是致命的。 对于狂犬病的治疗,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。 一旦发现狂犬病,通常建议对受感染的狗进行安乐死。 接受狂犬疾病免疫接种对防范此病有较大的作用。 因此,若遭遇犬类抓挠或咬伤,切莫心存侥幸念头。 应紧速复医疗机构完成疫苗注射。 第四种,淡水罗。 淡水罗是一种生活在各种淡水环境中的软体动物,以藻类、碎屑和水中的悬浮物为食。 尽管看起来并不起眼,但却是人类健康的一大威胁。 因为它们是血腥虫病,又称为猎体吸虫病或水质病的传播媒件。 血腥虫会引发寄生虫感染症,其幼虫可从淡水罗释出并穿透人类皮肤进入人体内。 一旦进入人体,它便会在血管中成熟并繁殖,释放出能引发严重健康问题的卵。 淡水罗导致的血腥虫病是全球性的问题,尤其在亚洲、非洲和南美洲较为常见。 每年因血腥虫病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20万。 这一数字远高于许多被认为更为危险的大型捕食性哺乳动物。 血腥虫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人们在受到污染的水源中游泳或洗澡时。 寄生虫的幼虫穿透皮肤进入人体。 感染者可能会经历从轻微的症状到严重的健康问题,包括腹痛、腹泻、血尿等。 淡水罗不只是血腥虫病的传播者,也可能是其他寄生虫疾病的载体。 包括肺吸虫病、滑脂液吸虫病及肝吸虫病等。 这类病症主要侵害肺部、肝脏与胆道系统,在一些状况下甚至可能引发癌症。 第五种,采采营。 采采营也称为沙营,是一类小型吸血飞行昆虫, 以传播力克次体病例如卡拉阿查尔病和雷什曼病而闻名。 雷什曼病是一种由原虫Lichmania属寄生虫引起的疾病。 可影响皮肤、粘膜和内脏。 这种疾病具有多种临床和流行病学特征, 构成了全球98多个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。 据估计,每年大约有70万至100万新病例。 卡里翁病或巴通体病是另一种由沙营传播的严重感染病。 由巴通体巴西里弗米斯细菌引起,主要流行于秘鲁。 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安地斯山谷。 这种疾病有两个阶段,急性期称为奥罗亚热, 可能因严重溶血性贫血而危及生命。 慢性期则导致良性皮肤爆发,称为秘鲁油。 尽管此病的潜在严重性比较严重, 但它对抗生素比较敏感。 如果能及时治疗,将会得到有效缓解。 第六种,刺客虫。 刺客虫,也称为追春臭虫, 是查加斯病、恰加斯病的主要传播者。 这种疾病由客室追虫引起, 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追春臭虫的粪便或尿液传播给人类。 这种昆虫通常在晚上变得活跃, 稀释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血液。 它们常被称为接吻虫, 因为它们倾向于咬人的脸部, 并在靠近叮咬处排便或排尿。 寄生虫随后通过人们抓挠叮咬部位而进入体内。 查加斯疾病可分作出发阶段与慢性阶段。 在出发阶段,症状通常较轻, 主要包括体温升高、头痛、肌肉酸痛等, 约30%到40%的感染者在10-30年后会发展至慢性阶段。 这时可能会遭受心脏问题和消化系统扩张等重大健康挑战。 若未经治理, 此疾病有可能引发心脏方面的急患。 消化系统障碍乃至致命结果。 尽管目前尚无疫苗, 但通过本病咪座或肖夫莫斯等药物可以在感染初期进行有效治疗。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, 全球约有600-700万人感染客室追虫, 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。 第七种, 蚊子。 蚊子的种类繁多, 全球约有3500种。 它们的存在时间远远早于人类, 历史已达上一年。 蚊子通过刺激式口气传播多种疾病。 每年, 蚊虫传播的病原体导致超过72万人丧生。 这类疾病涵盖瘧疾、 登革热、 黄热病、 悉尼罗热以及债卡病毒等, 对位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居民造成重大影响。 其中最为人所知的蚊子包括酷蚊、 医蚊和暗蚊, 分别传播不同的致命疾病。 室内环境常见的酷吻是传播像丝虫病和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媒介。 医蚊因携带引起黄热病和登革热的病毒而广为人知。 而瘾疾则主要通过暗闻传播。 根据最新的数据, 2022年全球发生了约2.49亿例疾疾病例, 导致约60万8千人死亡, 其中非洲地区尤其严重, 占全球疾疾病例总数的94%和死亡人数的95%, 5岁以下儿童在非洲疾疾死亡人数中占了大约78%, 在探索了这些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的动物后, 我们不仅要加深对自然界的敬畏, 也要认识到预防和保护的重要性, 通过了解这些潜在的危险, 确保我们与自然界中的这些生物和平共处, 共同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的健康福祉。